市岛第六军团33化学兵群防疫整备 小英续勉一声道谢加班加菜筋 让第一线的官兵们就甘心 我对33化学兵群的官兵 在深夜里穿着防护衣 忍受闷热 背着沉重的背腹式的消毒器 努力完成任务的身影 印象非常的深刻 全副武装从防护服到绿毒面具 化兵群整备SOP 指挥官一一介绍 重型消毒车登场 背负式消毒器 到实际演练 占救护车前喷洒 国军操演卖力 三军同帅也看得入神 而细数33化兵群 踪迹超过200人次 投入防疫作业 从23号武汉台人包机返台 8号保平行号下船 21号则是钻石公主号 19名台人返台 19号也曾兵分三路 到各个台商繁家的隔离所 即便防疫是同作战 萧英也不忘叮咛 在勤务之余 也要抓紧时间休息 只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能够保护别人 接连参与防疫作业 花冰群中也有亮点 短发大眼真萧营的议员 年纪轻轻的静文 亲自画画让萧英签名 重达35公斤的背负式消毒器 也让总统不忘慰问几句 而17年前就曾参与SARS的指挥官 也以自身经验再次投入 17年前的SARS的疫情 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提供了这次执行武汉肺炎 相关工作的一个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国军全力奋战 小英下令防疫滴水不漏 因为看不见的敌人更得防范 记者李孟昌魏文轩桃源报道